各位,上次那位孫小洪和李尋寬一直去找阿菲,一路就說了自己很多心事。 後來,孫小洪定型地看著李尋寬,她的眼神不只是讚賞,還帶有一種信賴,好像告訴她,只有在她面前自己才會說了心事出來。 啊,李尋寬又不知道怎樣的,心忽然又升起那種溫暖的意思,幾乎忍不住想拿手去摸一下孫小洪那塊好像蘋果那樣的臉,不過她又不會這樣做,她慢慢轉頭,小小聲咳了幾下。 孫小洪顯然在等著,等了很久,漸漸露出失望的神色。 哼,你好像好怕被人了解那樣的,所以整天都在防備著呢。 李尋寬又說,怕?我怕什麼? 怕人家愛上你,你知道人家如果真正了解了你,就一定會忍不住愛上你。 你寧可被人家生氣,也不想被人家愛,是不是? 哈哈哈哈哈哈,現在年代的確變了,以前的姑娘誰敢這麼快就說過愛字?以後的姑娘都未必敢說。 之我呢?我無論生在哪個年代,就算是生在幾百年前,照我心裡想說的話,我還是會這樣說出來的。 無論是什麼時代,都會有幾個像孫小洪那樣的人。這種人敢說,敢做,敢愛,敢恨,就因為他們是活在時代的前面,所以在別人的眼中,或者會將他們看成傻的怪物。 但是他們自己還是活得很好,很開心,甚至比很多人都開心。 因為無論人家對他們看法是怎樣,他們根本一點都不在乎。 今晚還是有霧,現在雖然已經是冬天了,但是這些霧就像春天的霧一樣。 那麼,孫小洪在霧中慢慢地走著,多想這段路永遠都走不完啊。 李尋寬本來是想急著去看阿飛的,直至現在呢,他都沒有催促。 那麼多年來,他的心情一直很沉重,好像被一道無形的枷鎖壓著,壓到他幾乎連氣都吐不了。 只有跟孫小洪聊天的時候,他才會覺得輕鬆一點。 他忽然發現孫小洪很了解他,甚至比他想像中還要了解得深。 那麼能夠跟了解自己的人聊聊天,真是人生一大快事。 但是李尋寬已經開始想逃避了。 你情願被人討厭,也不想被人愛,是不是呢? 李尋寬一想起孫小洪先頭說過這句話,他的心就拿著那麼痛。 他並不是不願,而是不得。 他覺得自己不只無法再吸於,也無法再接受。 唉,每個人都帶著他自己的枷鎖,除了他自己之外,就沒有人有辦法幫他脫掉。 李尋寬是這樣,阿飛也是這樣。 他們的枷鎖是不是永遠都沒有辦法解脫呢? 難道他們要帶著這副枷鎖走進墳墓? 孫小洪忽然停下腳,說一聲,到了。 那麼,路很荒謬,在路的旁邊,有一間小小的小屋,窗口裡有燈光透出來。 燈光閃閃閃閃閃,顯得很光猛。 這麼小的房子,不應該有這麼光猛的光。 孫小洪忽然轉身,對著後面的林仙怡就說了。 這個地方你認得的? 林仙怡當然認得,這裡本來是他和阿飛的家來。 他咬著嘴唇,咬咬頭。 阿飛,阿飛回來了嗎? 你是不是很想進去看他? 我,我能不能進去? 這裡本來是你家,你要進去就進去,本來不用問人家。 林仙怡就低頭說了。 不過,現在,現在當然不同了。 你自己心知肚明了,這種情況是誰造成的? 哼,你本來可以在這裡快快活活,安安靜靜地過一生的。 不過你自己不想,因為你看不起這個家,也看不起阿飛這個人。 林仙怡的頭就更加低了,細細說了。 現在,現在我才知道自己錯了。 我今天還有命在生,都是全靠他保護我。 如果沒有他,我或者早就被人殺了。 他越說越小聲,眼淚都流了。 哎! 然後他又嘆了呼氣。 唉! 我和阿飛在一起的時候,沒有人敢來動我一條頭髮。 至現在,好像是誰都可以來拿我命那樣。 好,孫小熊就拿著眼淚緊他,冷冰冰地說了。 你以為,阿飛還好像以前那樣保護你嗎? 我…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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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知道,我又都不在乎。 說到這件事,林仙怡忽然擔高頭,大聲說了。 我…… 我只是想再見阿飛一面,對他說兩句話,然後馬上走。 這個要求,無論如何,無論如何,無論如何都不過份,你們一定會答應我吧? 孫小熊說,我不是不答應你,可惜你說出來的說話,很難令人相信而已。 那麼就算我到時不肯走,你們趕我走都可以的嘛。 孫小熊就想著想著,瞄了李尋寬一眼。 李尋寬一直站在那裏沒出聲,面上一點表情都沒有,只他的心很亂。 他這世人最大的弱點,就是心腸太遠。 有時他雖然明知道那件事是絕對不答應的,便偏偏押不起心腸來拒絕。 有很多人就是知道他這種弱點,很多人都在這裏利用他這種弱點。 他自己也是知道,就是沒有法子改。 他寧可被人對不起他一萬次,都不願做一次對不起人家的事。 有時他甚至明知人家在騙他,還是寧願被人騙。 因為他覺得,只要有人對他說的是真話,他犧牲的代價便值回來了。 李尋寬就是這樣一個人,你說他是君子也好,是牛腦也好, 起碼他這種人你遇著他,一定不會覺得後悔。 他很少令人流汗,更少令人流血,血和汗,他寧願是自己流。 但是他做出的事,當然是令人忍不住感動到流出眼淚。 孫小熊在心裡猛嘆色,他早就知道李尋寬實不忍心拒絕的。 他幾乎從未拒絕過人家。 聽見林仙怡又說了。 他不想說了。 這陣子,或者是我最後一次見阿菲了。 但是他如果知道你們連最後一面都不讓我去見一下他, 那他一定會生你們一輩子的。 孫小熊咬著嘴唇說了。 你就說兩句話? 說完就馬上走? 嘻嘻。 我難道真是這麼不識趣? 要你們來趕我走? 要你們答應了我這個最後要求? 我死而無怨。 李尋寬就忽然開聲了。 唉,等個去吧。 兩句話,任他怎麼說都害不到人的。 屋仔裡頭好熱,熱到出曬旗。 原來屋裡頭透了四盆火,那些火燒得很旺。 閃動的火光,影到牆壁和屋頂都是煙紅色。 阿菲外面紅薄薄,整身都是紅薄薄。 他就躺在四盆火中間,打大赤裏,穿著一條牛頭褲。 褲都濕了。 他傲面躺在地上, 猛地流著汗,猛地吸行氣, 他整個人都已經虛脫了。 在屋角落頭坐著一個白髮蒼蒼, 之很精幹的老伯。 他正悠悠,閒閒地抽著汗煙。 一條條青煙從他鼻子裡噴出來, 他整個人就好像坐在墓裡頭一樣。 他的確是個墓一樣的人物。 沒有人知道他在哪裏來, 又沒有人知道他要去哪裏, 甚至沒有人知道他究竟是誰。 或者他只不過是個窮噴寮島的港古佬, 或者他就是那個鬼神爛測的天璣老人。 阿飛瞎了眼, 好像根本沒有發現有人走進來, 但無論誰走進來, 第一眼都會看見他。 孫小鴻一見就惡煙, 忍不住問, 爺爺啊, 你老人家都做什麼啊? 孫老先生就蒙起眼, 噴了淡煙出來, 思枝油油才說, 我正在蒙著他。 啊?孫小鴻更加奇怪了。 蒙著他? 他又不是萬頭, 又不是大雜蟹, 你為什麼要蒙著他? 阿飛現在看來, 的確好像整隻比精熟的大雜蟹。 孫老先生就小笑了。 嘿嘿, 我蒙他, 是要將他身體裡頭的酒蒙出來, 讓他清醒。 他看下李尋寬又說了, 我都想將他血裡頭的勇氣蒙出來, 讓他重新做人啊。 李尋寬立刻打個噴, 苦笑一下, 哼哼, 照這樣說, 我都的確需要被蒙一下了。 可惜我身體裡頭的酒, 如果被蒙出來, 我這個人, 就整個是空的了。 嘿嘿嘿, 你身體裡頭除了酒, 難道就沒有別的東西咯? 有, 或者還有整肚不合時宜咯? 嘿嘿, 那個孫老先生一聽, 就拍行首掌了。 哈哈哈哈哈哈, 說得妙啊, 如果沒有整套學問的, 又怎會說出這種說話來啊? 哈哈哈哈哈哈, 啊, 其實, 我都幾想蒙一下你啊, 看你除了酒和學問之外, 還有沒有別的東西? 看老天爺究竟拿什麼來做成你這樣一個人才行? 酸小熊眼眨眨眨的問啊, 那蒸完之後, 還有呢? 然後? 那我就找了天下的人來, 拿他那些東西好像田額那樣, 塞進那些人的肚子裡頭咯。 哇, 那, 那天下的人, 不是個個都變了跟你尋寬一樣嗎? 天下的人都變得跟他一樣的, 有什麼不好啊? 有些不好咯, 哪些不好啊? 酸小熊講到這句就不出聲了, 嘿嘿, 這兩爺孫呢, 或者是搭檔講鼓講慣了啊, 平時說起說話來, 一搭一當就一吹一唱, 搞到人家連插嘴講句說話都不行的, 一路到這時候, 李尋寬才有機會開口, 他撫笑一下講啊, 嘿嘿嘿, 前輩, 如果要讓天下人都變成跟我一樣, 世上或者就只有一種人贊成這個主意的, 啊? 是哪種人啊? 賣酒佬咯, 酸佬先生就喝不住笑了, 哈哈哈, 照我看, 世上或者就只有一個人, 不贊成我這個主意的, 孫小熊就忽然問, 誰啊? 咦, 他脫口而出, 說了出來又有點後悔了, 因為他已經知道爺爺講的是誰, 孫老先生果然在那裡看著他, 潘潘嘴笑, 嘿嘿嘿, 就是你咯, 都不知道是爲什麼, 孫小熊十聲紅了臉, 抖低頭了, 我, 我什麼事不贊成呢? 嘿嘿嘿, 天下的人, 如果都變得跟李尋寬一樣, 那你就不知道要哪個好咯? 孫小熊十聲另轉身, 那臉又紅又輕, 他心裡頭, 是不是又有一團火呢? 少女門的春火? 孫老先生拍行手張大笑, 燒完了, 又開始抽煙, 他好像根本沒有知道林仙怡這個人, 又沒有看他一眼, 就連煙熄了他都不知道, 屋裡頭忽然靜光, 就靜光那些松枝在火焰中燃燒的聲音, 林仙怡已經走到阿菲面前了, 除了阿菲之外, 他都沒有再看另一個人一眼, 閃動著火光, 拍到他臉上, 在他臉上一層白, 一層紅, 紅的時候, 就好像是個怕怕醜醜的仙女, 白的時候, 就好像是個幽靈, 人都有兩種面目, 有時美麗, 有時醜陋, 只有林仙怡, 無論怎樣變, 都是這麼漂亮, 他如果是仙女, 當然是天上最漂亮的仙女, 他如果是幽靈, 又是地獄中最漂亮的鬼魂, 但阿菲好像已經跌了心水, 無論他怎樣變, 都不會再看他一眼了, 林仙怡輕輕嘆了一口氣, 唉, 我來這裏, 就是為了要跟你說兩句話, 聽不聽都隨得你了, 阿菲好像根本沒有在這裏聽, 不過, 她的身為何這麼僵硬呢, 聽見林仙怡慢慢說了, 那天, 我都知道你很傷心的, 知道我不這樣做不行, 我不想看著你死在上官金雄手上, 我只有用那種法子來引他, 他才不會殺你。 阿菲好像還是沒有聽, 不過, 她的拳頭為何騙得那麼緊? 林仙怡又說了, 今天, 我來這裏, 不是要求你了解, 更加不是要求你原諒, 我自己都知道, 我們的緣分已經盡了, 唉, 我說這些話給你聽, 是想讓你心裡覺得好瘦一點, 我一直都希望你好好活下去, 至於我呢, 孫小紅忽然大聲說, 你說得太多了, 林仙怡就小笑, 笑得好淒涼, 哼哼, 沒錯, 我的確, 已經講得太多了。 打後她果然一個字都不講, 馬上轉身就走開, 她走得不快, 才沒有回頭, 阿菲還躺在那裏, 連眼都沒有睜開過, 看來林仙怡就要走到出門口了, 唉, 李尋寬這樣才鬆口氣, 她知道林仙怡今天一走出這道門口, 阿菲以後就永遠再都見不到她了, 只要阿菲不再見她面, 就等於翻山了。 林仙怡自己當然又都很明白今天, 只要一走出這道門, 就等於走出了這個世界。 她腳步雖然沒有放慢, 只要眼光中已經露出了恐懼了, 屋裡頭雖然光橙橙日頭, 但是門外邊是一片黑暗。 雖然都有星光, 但是星光她看不上眼, 她歡喜的是令人圓目的光彩, 她歡喜讚美, 阿元奉承, 掌聲, 歡喜奢恥浪費享受, 歡喜被人家愛, 也歡喜被人家憎, 她本來就是為這些東西而活的, 如果沒有這些, 她就算活得下去, 都好像活在墳墓裡頭一樣。 黑暗已經越來越近了, 林仙怡眼中的恐懼就漸漸變為怨毒仇恨, 這陣時如果她有力量, 一定會殺死世上所有的人。 但是就是這陣時, 阿飛突然整個扎起大聲說, 等一陣! 喏, 阿飛對林仙怡會不會回心轉意呢? 要知後事如何, 請聽下回分解。